大家好,歡迎來到隨意聊 今天要和大家講述一起火山孝子斗內女神的故事 不過這個故事發生在1920年代的台灣 當時台灣有一群最火紅的美女明星 他們通常被稱為異旦 有點類似現今時代的女神王美 這些異旦通常會和當時的名人交往 有些也會和唱片公司簽約發片 是很多上流社會男性追求的對象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台南的富二代 他沉迷在溫柔鄉 將父親託付的錢財都花在了當時江三樓的名義彈身上 沒錢後就被掃地出門 還好他的兄弟夠一起 聯合盟甲的丐幫一起教訓了該名義彈 接下來就會各位介紹這個台灣日據時代的有趣故事 故事名稱叫江三樓奇案 是當時很有名的案件 在台灣鄉間也有比較通俗的名稱叫做 齊蓋十一彈 是很多說書人歌仔戲的熱門劇目 版本眾多但幾乎大同小異 故事的主人翁名叫李逢春 是一位台南的富二代 奉富商老爹的命令到台北收諸半貨 他一到台北就先按好友張明義碰面 張明義為了幫好兄弟李逢春洗成 兩人便一起來到當時台北最富盛名的大酒店江三樓 吃喝玩樂 江三樓建於1917年 是台灣日治時期台北市大道城最著名的招待會館 當時這種賣酒且有義彈香陪的飯店也稱為義彈間 是政要、商甲、文人與名流往來匯聚之地 台灣有四大義彈間 分別是江三樓、東惠坊、春風樓和蓬萊閣 江三樓居首有江東春棚之稱 江三樓位於大同區重慶北路附近 為四層樓的紅磚建築 設置有義彈服務和飲酒空間 當時有一句俗宴 登江三樓、吃台灣菜、聽義彈唱名曲 正說明了江三樓之盛況 李逢春和張明義進入江三樓後 馬上就請了眾多的義彈來逍遙快活 這些義彈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 並非單純靠肉體賺取錢財 他們在宴會上要招待客人、彈琴咒樂、滑酒拳、銀絲作對 還要表演琵琶、三弦、陽琴等樂器 李逢春一眼就愛上了當時來招待的紅牌義彈白牡丹 牡丹甚為美艷、年芳之八、名謀耗時、陳魚若驗、身段窈條、婀娜多姿 看著李逢春神魂顛倒 立刻就紮下巨款要與牡丹共度一晚 兩人快活夜後 李逢春徹底暈了船 隔天繼續留戀在江三樓不願離開 張銘玉勸李逢春不要太過沉迷 大家都是逢場作戲 但是李逢春不聽 張銘也只好先行離開 結果李逢春和白牡丹夜夜聲歌 在江三樓床頭精進 把他老爹給他的錢都拜個精光 結果白牡丹知道他身無分文後 不念舊情將他掃地出門 李逢春在台北街頭遊蕩又饑又渴 他越想越氣當初沉迷女色的自己 又自覺違背了老父的命令 無言見台南復老 剛好又走到了淡水河邊 於是就跳河自盡 還好當時河岸有許多工人正在卸貨 立刻將李逢春給救起 求死不成的李逢春 只好投靠老友張銘玉 張銘玉得知整件事情的原因後 先重金酬切了工人 再和李逢春商量該如何報復白牡丹 兩人商議完畢後 就到蒙甲尋找當時有名的蓋手 也就是蓋幫老大曾富貴 當時萬華蒙甲一代是蓋幫的大本營 有很多知名的收容所 像是日據時代創建的愛愛寮 或是清朝道光時就成立的起司寮等 曾富貴聽完了李逢春和張銘玉的建議後 很爽快的就答應了兩人的請求 張銘玉出錢將曾富貴包裝成來自新加坡的貿易大亨 並自稱是當地的首富 從事珍珠、橡膠、蔗糖等交易 曾富貴來到江三樓後 立刻大排場的燕琴一代 出手大方 並和白牡丹說自己對他一見鍾情 想要娶他回新加坡 牡丹看到曾富貴出手擴縮 還願意花費巨資和自己共度一晚 很開心的就答應了 兩人殘眠後 曾富貴要求和白牡丹合照 於是兩人拍下了數張依三不准的照片 等到曾富貴離開後 白牡丹開心的收拾行李準備嫁去新加坡 但此時 李鵬春和張銘玉開始四處發送白牡丹和曾富貴依三不准的照片 並到處散播說 江三樓第一紅排一檔白牡丹與乞丐師同要嫁給乞丐人留言 結果白牡丹的恩客看到後 全都不願再和他往來 他的名聲也一落千丈 最終曾富貴上江三樓替白牡丹俗生 牡丹不得也只好下嫁給了曾富貴 成為蒙甲的蓋首夫人 而李鵬春報仇成功後 也在張銘玉的幫助下回到了台南 OK這個有趣的台灣奇案到此告一段落 1920年代的江三樓還有許多有趣的故事 紅排一旦成田、王香蟬等人也是聖民一時 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